Hello,大家好,我是Roki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嵌入式c源高级编程中的第一个内容 GCC的使用及其常用选项的介绍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掌握的重点以及难点 那么首先重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在c源中是如何变成机器指令的过程 那么c源编译过程是我们作为一个嵌入式工程师 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的掌握对我们后期学习ARM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么在掌握这个过程的基础之上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去熟悉GCC这个工具 它的一些常用选项的意义以及使用方法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提一点 那么我们在这套课程中并没有马上一上来 就给大家介绍c源的一些关键字及云川符等一些基本概念 而直接先给大家介绍的是GCC的使用 那么也就说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发人员 或者说是一些Java、Android的一些开发人员的话 我们对于GCC可能都不需要去理解 但是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嵌入式开发人员的话 我们说对于GCC的了解或者说GCC的一个高级使用 那么直接关系到我们后面在学习Linux驱动、Arm开发的一个深度 也就是如果你的GCC越熟悉 或者说你的GCC在使用中你的理解更深入 那么对我们后面学驱动、学Arm体系结构都应该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整个在嵌入式开发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尽量去理解我们所讲授的内容中的一些重点知识 那么这个地方的难点可能就在于大家怎么能通过去理解 我们GCC工具中所使用的一些选项 在我们C元编译过程中的一些体现 那么这个部分可能需要记一些东西 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大家看到现象能够了解到这个本质就可以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阶段所需要的掌握的重点、疑难点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的概念 叫GCC的一个概述 那么说到GCC呢 那我们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谈到GCC 或者为什么有的GCC这个东西 那么众所周知我们的计算机是一个非常傻瓜化的东西 因为它的内部其实只认识高低电频 而我们如果让它去来处理人的逻辑 那么很显然这是一个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 所以说呢为了让大家不更少的去接触高低电频 这样一种非常枯燥的资源 我们的那些之前的大牛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叫做高级语言的一个东西 让它呢更好的让变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说呢我们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计算机编程 其实就是来编一个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一个一套代码或者一套协议 然后利用这套协议呢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翻译官把它翻译成一个我们所说的什么呢 所说的计算机所能理解的概念 所以说什么是GCC我们的第一个感性的人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翻译官 把什么呢把我们人能理解的一套语言翻译成一个机器所能理解的语言 这就是翻译官也是GCC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么那么高级语言有哪些呢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C语言 C++语言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用了非常多的Java语言 当然Java语言跟这个翻译官的特点呢不太一样 它其实最终的道理还是翻译官但是呢它翻译的是通过Java的字节码来翻译啊 这个我们在这道课程中就不再进行解释了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GCC最最开始的一个名称其实叫一个GNUCCompare 那么这个名字其实已经非常好理解了就说实际上是一个GNU这个组织的C编译器 那么GNU我先提一下可能有些同学刚刚接触嵌入时还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应该是我们嵌入式的一个领军人物 基本上我们说我们所使用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的话都必须跟这个组织相关联啊 这个组织我们可以称之为就是开源社区的一个标杆啊 或者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 那么你只要看到这个G这个大写开头的组织你就把它理解成开源啊 这个开源社区那么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什么叫开源社区啊 那么GCC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C的语言的一个翻译官啊 但是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发展GCC所支持的语言和包括他支持的一些深度也越来越高 所以说呢现在的GCC就把这个Ccompare变成了一个connection 也就是说它最终变成了一个集合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感性的理解成GCC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翻译组织啊 那么我们去学习GCC实际上是学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翻译组织中它到底有哪些成员可以来帮我们来使用 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GCC使用中我们需要给大家的一个框架的结构 也说什么是GCC? 哦,原来它就是一个帮我们完成一个C语言 也说高级语言向机器语言翻译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套工具呢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组织成员或者说一个一个员工来帮我们辅助来完成它的功能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是嵌入式 那我们其实非常简单只要知道它是怎么过的完成就可以了 但对于我们作为嵌入式工程师来说 我们需要大家能够理解这个翻译组织中它涉及的一些成员有哪些 那么每一个成员它的分工是在哪?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具体开发中呢可能才会有更深入的一个理解 好,那么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是一台Linux 我们在之前的环境搭建中已经给大家搭建起来了 那么我们在传统的不管是U邦兔也好还是红帽子也好 或者一些其他的Linux超级系统来说 都一般来说默认都会装了一个GCC 那如果怎么去查看你的系统有没有装GCC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GCC-V这个选项 通过GCC这个命令空格加-V这个选项 然后来看它的打印信息 那么这个地方说到这呢也稍微提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没有接触到Linux Linux其实就是一个命令字符串的一个解释程序 你只需要根据一个命令 你熟悉的命令 然后加一个- 然后后面加一个选项名称 然后这样呢来去选择你这个工具所需要选择的不同的功能 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现象 那么不同的机器会有不同的一个显示结果 但是呢大概来说都会看到有类似于像这样的什么Target Config 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出现 以及最后的一个Vision 也就是说我们GCC版本的一个出现 那么看到这个版本呢 那么当然不同的机器会有不同的一个现象结果 我目前这个机器是Ubound2的10.04 所以说它默认安装的是4.04 如果说像之前我们装的那个Ubound2 现在最新的Ubound2它可能会更高的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当然我们现在就说这个随着这个版本的升级 它当然支持的功能会越来越强 当然呢这个地方也是 就是说它支持的越强呢 并不代表它是不是一定最优秀 这个在我们随着后面开发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编辑并不是越新越好 它有的时候是需要跟具体的体系结构进行一个匹配 这都是后话 好,那我们如果能够在你的机器上通过这样一个命令看到这样的选项 那就说明我们机器从GCC是已经装好了 好,那我们先简单来看看既然说到翻译 那么这个翻译组织它到底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先简单的理解一个第一个就是GCC的干欧选项 那么这个干欧选项其实它已经帮我们完成了 就是对于整个组织结构进行一个模糊化 也就是你根本不需要知道组织结构直接通过干欧选项进行什么呢 进行output 就是说这个这个欧选项有点像output的感觉 就是输出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直接通过GCC加上干欧过后 跟一个什么呢 跟一个你要想输出的信息 那么这个输出信息 我们一般来说其实就是所谓的什么文件 所以说也就是GCC-O加你想要输出的文件的什么呢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指的文件名 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一个文件名字不串就可以 那么你以什么来输入呢 就是因为你有输出你肯定有输入对不对 那么具体这个是翻译官 那么那么后面我们在-O的后面 也就是说仅跟输入输出文件名的后面 加上输入文件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文件 然后这是我们输出文件 那么呃这个地方一定要强调就是这个这个问题 就-O和输出文件名之间不能再有任何的一个其他选项 也就是说-O和输出文件名是一个整体 那么你输入文件名你可以放到-O的前面 也可以放到这个输出文件名的后面 但就是不能放到-O的中间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也是在后面 大家去查看不同系统 或者说其他系统已经编译好的系统 我们如何去找到一个最终的输出结果 那么在这个地方看 好那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演示 好我们还是一样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中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使用 没有任何的一个那个圆码文件 那么我们快速的编译一个圆码文件 好那么文件名呢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提一点 就是说GCC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它是根据后织名来进行调用 不同这个翻译组织中的不同成员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后织名是随便写的 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翻译官 它识别不到 就是说我们该需要 那用哪些翻译者去帮我们服务的 那好现在呢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 咱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这个后织名是需要大家去记的 那么当然呢如果说我们不记很简单就是 点C就是最典型的C元的标识符 好我们先随便写一个 那么对于C元来说呢应该说 对于大家来说最简单就是Hello World 那么你如果能把Hello World 进行个编译通过 那说明整个C元的环境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用最简单的一个Hello World 作为一个引入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最后我们通过Return0进行返回 那这地方提一下 在我们的Lina系统中 我们的0这个标识 作为我们整个系统的成功与否的一个状态标识 0代表成功 其一切非0值都代表失败 这是我们Lina系统中一个潜规则 大家可以把它记住 当然说到Hello World 大家都觉得太简单了 这个好像是我们刚学C元 大家都会写的东西 但是简单的程序 其实在内部已经蕴含的非常深的一些东西 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 如果说我们在整个学完过后 我们如果真正能理解Printful的每一步骤 就是它从我们应用程序 最终在我们的硬件上是如何体现出来 整个这个流程如果你能走通 那其实也就说明你的嵌入式深深的掌握到了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开头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 大家呢也希望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学习我们后面的课程 好 我们把它保存退出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 那么使用GCC-O 后面加上我们最终想要输出的一个文件名 那么在我们立大系统中呢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说不会像Windows后面再加一个ESC 它其实就是一个名字就OK 不有后缀名 然后我们的原文件001.c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回测看一下 好如果说没有提示 是那么有些同学说那是什么回事呢 那我们说在立大系统中没有提示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它没有错误 那么怎么看有没有错误呢 LS一看哦 这个build出来了 OK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这个build 怎么运行 那么这提一下 在立大系统中的运行方法呢 我们说如果这个地方有个点反斜线 代表是从让我们的这个shale程序 通过当前目录下去寻找build的这个文件 让它具备执行能力 进行一个解释执行 好回测我们看 就变成Hello World 那么这个非常简单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这只是GCC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翻译官 也说翻译组织我们直接拿来用是怎么用 那一会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那如何去把这个翻译组织中 它内部的一些组织结构 咱们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大概理解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变成我们最终的这个build 好那回到这之前呢 我们先还要给大家再解释一个概念 就是关于文件命名的问题 文件后缀名的问题 后缀名的问题呢 对于我们的GCC来说是非常敏感的 也说不同的后缀名对于GCC来说 它会调用不同的组织成员进行为我们服务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同样程序我们拷贝一份001.c 我们把它拷贝成002.cpp 那么cpp呢是一个我们认为叫c++的一个程序 那么这两个程序的原文件是一模一样 那么但是呢我们还是用GCC来编译 来看看它的一个效果 还是用我们刚才说的 那么还是用build 当然我们换一个名字 我们叫做build2 然后002.cpp 好我们回车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居然出现了一个打印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呢 大概看起来有一个退出状态 而且还初步感觉应该是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build2出来没有 哎并没有看到build2 也说同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同样的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的后缀名的不同 GCC会调用不同的一个什么 翻译者去翻译这个东西 然后去生成这个可执行程序 但是由于我们的后缀名跟错了 他们调用翻译官的翻译者 也就相当于什么 并没有识别到 他还是按照原来既有的cpp的这一套 翻译官去翻译他 那么c元他肯定翻译不过来 那么如果说熟悉同学 大家可能会发现 其实这个地方的一个打印错误信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 应该是在链接时出现的一个错误 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会来讲到 好,所以希望在这个地方 通过这个例子 让大家更多的理解 就是我们GCC是根据文件后缀名 去熟悉这个翻译组织中 去调用不同的成员为我们服务的 那么我们在使用c元的时候 就严格按照.c作为我们的 c作为我们的原码文件的一个后缀名 然后GCC我们的一个-O 以及输出文件名和输入文件名的一个具体关系 当然你可以课后试一下输入文件 放到前面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地方要提一下 在某些系统中我们我也看到过 就是输入文件名 如果放在前面它会报错 或者放到后面它反而要报错 这个可能根据具体的GCC版本都有不同 但是-O加输出文件名 这个是铁打不动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大家把它这个要记住 好,那么接着我们还没完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了解 原来只用一个-O就可以把这个翻译组织隐藏出来 直接让它帮我们服务 但这个不符合我们嵌入式学习的一个思路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GCC的更深的一个层次 去理解这个翻译组织 有哪些成员帮我们服务了 那下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还是纲维选项 但这个纲维选项不是普通的纲维 不是说直接纲维 而是在纲维后面还是有-O的一个辅助 也就是说我们在原有的这套程序的基础上 就这个程序的基础上 我们增加-V选项为我们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打开一个开关 把我们GCC中设计的所有组织都进行一个展现 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V 当然能不能加到这呢 很显然 我刚才说了-O中间一定后面加的是什么 output file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V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当然你放到后面也是没有问题 我们一般习惯就是-的选项尽量跟来跟完 然后最后-O 然后后面跟原文件就可以了 好 我们回车看一下 好 非常简单的一个程序呢 居然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从这个地方开始 居然打印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信息 为我们服务 也就是说实际上真正的GCC真正的工作 在我们的这些打印信息中 都隐藏了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个代码 那么具体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不要求大家去记忆 但是我们跟大家提一下就行 GCC中我们在前面这个 在Vision的这个行之前 我们都可以不用去关心 因为它只是一个版本信息打印 那么从这一行开始 就是我们GCC开始正式工作的第一条语句 第一条语句呢 我们都不需要去理解 我们只需要让大家去记住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一行中有一个空格 这个空格的后面就是我们调用的第一套命令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在这么长这么长的目录中 调用了一个命令叫CC1 那么这个CC1 其实就是GCC的调用的第一个翻译官 帮我们进行一个翻译 然后紧接着 然后接着我们再找第一个空格 就是AS 第二空格AS 那么这是他调用的第二个翻译官 然后最后呢 他还调用了调用了一些其他的翻译官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因为打印信息比较多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一一看了 其实在这 在这 那么这个这些过程呢 其实就是GCC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于这个这个第一个阶段的第一个内容 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就是 哦原来GCC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想象的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它其实内部还有了非常非常多的翻译者 来帮助这个翻译官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怎么去打开这个翻译官呢 是杠维选项 那对于杠维中 它打印信息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不要求大家去把它记忆住 你只要知道哦原来它里面有这个东西 然后具体这个东西里头包含什么呢 那么我们在下个阶段 C元的编译过程中 我们来看一看GCC中 它到底在调用了哪些工具 来帮我们完成了这个最后build的一个实现 我来看GCC中